安徽最美的五个地方,也是最宜居的城市 安徽简称晚省会合肥,总面积14.01万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床住人口6102万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6万亿元 安徽首名取当时安庆的徽州联府首次合成 安徽滨江近海,有800里的沿江城市群和晚江经济带 内拥长江水道,外城沿海地区经济辐射 地跨淮河,长江,新南江三大水系 安徽省是长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文化和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有着历史和天然的联系 安徽文化发展渊源流长,由辉州文化,淮河文化,晚江文化,庐州文化四个文化圈组成 安徽最美的五个地方,首先排在第五位的是宣城 总面积1.23万平方千米 截止2020年,床住人口250万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07亿元 宣城,古称晚林,宣州 位于安徽省东南部,苏浙晚三省交汇处 宣城自古有南宣北河一硕 有着江南与米之乡的美誉,自西汉舍郡以来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宣城自西汉时起就一直是江东大郡 近永家年间,首开文化昌盛之风,经历六朝 苏有宣城自古诗人帝,上江人文之圣首宣城 这里也是十分值得去的地方 宣城自西汉时起就一直是江东大郡 这里的历史人文绝对值得一看 也是中国文房四宝之乡 排在第四位的是池州 足面积8271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庄州人口134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69亿元 池州简称池 联名秋朴,安徽省地级市 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所在地 池州素有千载诗人帝之域 历代名人李白,杜牧,陶渊敏,苏氏,岳飞等都曾驻足池州 并留下宝贵的文化珍品 池州又素以生态文明 有天然大氧巴之称 市域内森林覆盖率接近60% 空气中的复养离子含量是国家标准的35倍 池州人引以为豪的就是这里的生态环境 这里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是个很宜居的地方 排在第三位的是鹿岸,总面积1.54万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庄州人口439万人 实现地区生占总值1669亿元 陆安安徽省地级市 位于安徽省西部 处于长江与淮河之间 大别山山路 长江三角洲经济西域 地理意义上的惋惜特指陆安 陆安之名始于汉武帝 取恒山国内陆县安丰安丰等县首字 别恒山国为陆安国 兼有六地平安,永不返叛之意 陆安市位于安徽省西部 大别山北路,俗称晚西 陆安环境优美 不仅有国家级园林城市的称谓 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城市 这里有为公勋卓著的开国将军 并拥有京寨陆安两个将军县 排在第二位的是五湖 总面积6026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 长住人口365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753亿元 五湖简称五,别称江城 安徽省地级市 位于中国华东地区 安徽省东南部,长江下游 五湖最早建于实际地名是 揪姿 在金市东南约20千米的水扬江南岸 揪姿城多湖塘沼泽地区 五爪草丛鸟云集因此得名 汉武帝原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揪姿设县,一鸣无湖 在揪姿附近有一大湖因蓄水不深而生无枣 故得名无湖 自古享有江东民意 无处民区之美誉 明代中后期是著名的江染业中心 近代为江南四大米市之首 最后,排在第一位的是黄山 左面积9807平方天米 截止2020年,长州人口133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50亿元 黄山安徽省地级市 古称新安徽州 地处晚浙干三省交界处 黄山古称徽州 既是徽山故里,又是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新安画派,新安医学 徽派建筑,徽州似雕 徽派盆景等印象深远 徽聚是京剧的前身 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 黄山市境内的黄山 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晚南古村落西地,红村 为世界文化遗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在安徽某个城市常住 可以考虑上面的这五个城市